脸书上晒出与台北101的合照 写下人生下半场预备备迎接新挑战 艺人贾永杰即将担任台北101的董事长 大家加油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我们的医护人员 艺人贾永杰防疫期间捐赠大量的医疗物资 被称为防疫女神 22号传出最新消息 她即将接任台北101董事长的位置 根据了解台北101将会在9月3号 举行三年一次的董监事改选 传出台北101董事长张学顺即将卸任 由于101是台湾指标性的建筑 主要股东除了范工股之外还有日商 政府似乎希望借着贾永杰在时尚 以及行销方面的专长 让台北101在国际上持续增加能见度 520正副总统就职时 贾永杰也受邀出席 现身VIP去管理 标签是我爱台湾谢谢大家 真的真的就是很开心的事情 贾永杰之所以获得邀请 全是因为他当年分送抗疫机器到台南的医院时 因缘忌讳下与赖总统有所联系 才会促成这段缘分 而这次他接受101董作的位置 也让大家都很期待 贾永杰上任之后 会让台北101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中正新闻综合报导